独家专访,大马富商官有缘遭冻结户头,写请愿信求助敦马。 医保24日讯,目前过驻退休生活的大马富商官有缘,虽然表面上看似衣食无缺,然而他最渴望的却是能拿到一张信用卡,以便出国旅游。 这名85岁高龄的老人家,也是大马著名产业家,上市公司医保工程,IN集团创办人。 他基于在国阵执政多年来,经常为在野党站台,进而遭到时任总检察长及内陆顺收局的对付。 包括冻结起马来亚银行户头,甚至无法享受申请信用卡的基本便利。 虽然我不是被禁足出国,但没有信用卡,我要怎样出国? 难道要我随身带住一大跌现金出国玩吗? 所以我现在最希望在新政府诞生后,快点解冻户头,第一时间申请信用卡。 因此,关友员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,早前除了在其个人网站撰写一封公开信向新上任的首相求助。 日前也通过面子书专页向后者请愿,寄透过社交媒体或知其困境的首相,助他前生意伙伴解决被骚扰的问题。 义保24日训 目前过驻退休生活的大马富商官有缘,虽然表面上看似衣食无缺,然而他最渴望的却是能拿到一张信用卡,以便出国旅游。 这名85岁高龄的老年价,也是大马著名产业家,上市公司乙保工程,IN集团创办人。 他基于在国阵执政多年来,经常为在野党站台,进而遭到时任总检察长及内陆顺收局的对付。 包括冻结起马来亚银行户头,甚至无法享受申请信用卡的基本便利。 虽然我不是被禁足出国,但没有信用卡,我要怎样出国?难道要我随身带主一大跌现金出国完吗? 所以我现在最希望在新政府诞生后,快点解冻户头,第一时间申请信用卡。 因此,关友员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,早前除了在其个人网站撰写一封公开信向新上任的首相求助。 日前也通过面子书专页向后者请愿,寄透过社交媒体或知其困境的首相,助他前生一伙伴解决被骚扰的问题。 以保24日讯,目前过注退休生活的大马富商官有缘,虽然表面上看似衣食无缺,然而他最渴望的却是能拿到一张信用卡,以便出国旅游。 这名85岁高龄的老年价,也是大马著名产业家,上市公司以保工程,IN集团创办人。 他基于在国阵执政多年来,经常为在野党站台,进而遭到时任总检察长及内陆顺收局的对付。 包括冻结起马来亚银行户头,甚至无法享受申请信用卡的基本便利。 虽然我不是被禁足出国,但没有信用卡,我要怎样出国?难道要我随身带住一大跌现金出国完吗? 所以我现在最希望在新政府诞生后,快点解冻户头,第一时间申请信用卡。 因此,关友员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,早前除了在其个人网站撰写一封公开信向新上任的首相求助。 日前也通过面子书专页向后者请愿,寄透过社交媒体或知其困境的首相,助他前生意伙伴解决被骚扰的问题。 以保24日讯,目前过驻退休生活的大马富商官有缘,虽然表面上看似衣食无缺,然而他最渴望的却是能拿到一张信用卡,以便出国旅游。 这名85岁高龄的老年价,也是大马著名产业家,上市公司以保工程,因集团创办人。 他基于在国阵执政多年来,经常为在野党站台,进而遭到时任总检察长及内陆顺收局的对付。 包括冻结起马来亚银行户头,甚至无法享受申请信用卡的基本便利。 虽然我不是被禁足出国,但没有信用卡,我要怎样出国?难道要我随身带主一大跌现金出国完吗? 所以我现在最希望在新政府诞生后,快点解冻户头,第一时间申请信用卡。 因此,关友员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,早前除了在其个人网站撰写一封公开信向新上任的首相求助。 日前也通过面子书专页向后者请愿,寄透过社交媒体或知其困境的首相,助他前生意伙伴解决被骚扰的问题。 以保24日讯,目前过驻退休生活的大马富商官有缘,虽然表面上看似衣食无缺,然而他最渴望的却是能拿到一张信用卡,以便出国旅游。 这名85岁高龄的老年价,也是大马著名产业家,上市公司以保工程,因集团创办人。 他基于在国阵执政多年来,经常为在野党站台,进而遭到时任总检察长及内陆顺收局的对付。 包括冻结起马来亚银行户头,甚至无法享受申请信用卡的基本便利。 虽然我不是被禁足出国,但没有信用卡,我要怎样出国?难道要我随身带住一大跌现金出国完吗? 所以我现在最希望在新政府诞生后,快点解冻户头,第一时间申请信用卡。 因此,关友员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,早前除了在其个人网站撰写一封公开信向新上任的首相求助。 日前也通过面子书专页向后者请愿,寄透过社交媒体或知其困境的首相,助他前生意伙伴解决被骚扰的问题。 以保24日训,目前过驻退休生活的大马富商官有缘,虽然表面上看似衣食无缺,然而他最渴望的却是能拿到一张信用卡,以便出国旅游。 这名85岁高龄的老年价,也是大马著名产业家,上市公司以保工程,因集团创办人。 他基于在国阵执政多年来,经常为在野党站台,进而遭到时任总检察长及内陆顺收局的对付。 包括冻结起马来亚银行户头,甚至无法享受申请信用卡的基本便利。 虽然我不是被禁足出国,但没有信用卡,我要怎样出国?难道要我随身带住一大跌现金出国完吗? 所以我现在最希望在新政府诞生后,快点解冻户头,第一时间申请信用卡。 因此,关友员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,早前除了在其个人网站撰写一封公开信向新上任的首相求助。 日前也通过面子书专页向后者请愿,寄透过社交媒体或知其困境的首相,助他前生一伙伴解决被骚扰的问题。 仪保24日训 目前过驻退休生活的大马富商官有缘,虽然表面上看似衣食无缺,然而他最渴望的却是能拿到一张信用卡,以便出国旅游。 这名85岁高龄的老年价,也是大马著名产业家,上市公司以保工程,因集团创办人。 他基于在国阵执政多年来,经常为在野党站台,进而遭到时任总县察长及内陆顺收局的对付。 包括冻结起马来亚银行户头,甚至无法享受申请信用卡的基本便利。 虽然我不是被禁足出国,但没有信用卡,我要怎样出国?难道要我随身带住一大跌现金出国完吗? 所以我现在最希望在新政府诞生后,快点解冻户头,第一时间申请信用卡。 因此,关友员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,早前除了在其个人网站撰写一封公开信向新上任的首相求助。 日前也通过面子书专页向后者请愿,寄透过社交媒体或知其困境的首相,助他前生意伙伴解决被骚扰的问题。 义保24日训 目前过驻退休生活的大马富商官有缘,虽然表面上看似衣食无缺,然而他最渴望的却是能拿到一张信用卡,以便出国旅游。 这名85岁高龄的老人家,也是大马著名产业家,上市公司乙保工程,因集团创办人。 他基于在国阵执政多年来,经常为在野党站台,进而遭到时任总检察长及内陆顺收局的对付。 包括冻结起马来亚银行户头,甚至无法享受申请信用卡的基本便利。 虽然我不是被禁足出国,但没有信用卡,我要怎样出国?难道要我随身带住一大跌现金出国完吗? 所以我现在最希望在新政府诞生后,快点解冻户头,第一时间申请信用卡。 因此,关友员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,早前除了在其个人网站撰写一封公开信向新上任的首相求助。 日前也通过面子书专页向后者请愿,即透过社交媒体破知其困境的首相,助他前生意伙伴解决被骚扰的问题。 义保24日讯 目前过注退休生活的大马富商官有缘,虽然表面上看似衣食无缺,然而他最渴望的却是能拿到一张信用卡,以便出国旅游。 这名85岁高龄的老人家,也是大马著名产业家,上市公司乙保工程,因集团创办人。 他基于在国阵执政多年来,经常为在野党站台,进而遭到时任总监察长及内陆顺收局的对付。 包括冻结起马来亚银行户头,甚至无法享受申请信用卡的基本便利。 虽然我不是被禁足出国,但没有信用卡,我要怎样出国?难道要我随身带主义大叠现金出国完吗? 所以我现在最希望在新政府诞生后,快点解冻户头,第一时间申请信用卡。 因此,关友员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,早前除了在其个人网站撰写一封公开信向新上任的首相求助。 日前也通过面子书专页向后者请愿,即透过社交媒体或知其困境的首相,助他前生一伙伴解决被骚扰的问题。 义保24日训 目前过驻退休生活的大马富商官有缘,虽然表面上看似衣食无缺,然而他最渴望的却是能拿到一张信用卡,以便出国旅游。 这名85岁高龄的老年价,也是大马著名产业家,上市公司乙保工程,因集团创办人。 他基于在国阵执政多年来,经常为在野党站台,进而遭到时任总检察长及内陆顺收局的对付。 包括冻结起马来亚银行户头,甚至无法享受申请信用卡的基本便利。 虽然我不是被禁足出国,但没有信用卡,我要怎样出国?难道要我随身带住一大跌现金出国完吗? 所以我现在最希望在新政府诞生后,快点解冻户头,第一时间申请信用卡。 因此,关友员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,早前除了在其个人网站撰写一封公开信向新上任的首相求助。 日前也通过面子书专页向后者请愿,即透过社交媒体或知其困境的首相,助他前生意伙伴解决被骚扰的问题。